大家好 我是頭上三明律 我現在人的位置是在 新竹四地棒球場 外野看台走上去 我最喜歡這種走上去 然後看到球場的感覺 讓大家感受一下 這種逐漸逐漸 看到藍天 綠地 紅土 欄杆 沒有啦 外野外野 漂亮啦 那種感覺有出來 我所在這個區域是比較 靠近右外野 也就是有一個超大螢幕 超大螢幕的附近 基本上在外野的位置 團長實測了一下 主要是高度 高度 譬如說 譬如說你不想看到欄杆 你選第一排 第一排坐下來是什麼感覺 來 團長183公分 視線的高度就下 前面就是重重的欄杆 但這個位置有好處 看到沒有 新竹四地幫球場 最特殊的就是牛棚 主客隊都是在外野 你就可以看到有人在熱身 有的人會買這個位置喔 你不要以為沒有人會買這個位置 會喔 那你說團長 外野我不想看到欄杆 我想要看到球場 盡量不要看到欄杆 團長大概算過啦 第五排之後應該就不會 比較不會遮到 第五到第六 來我先試一下第五排給大家看 第五排大概事件就已經是來到目前這個狀況 那你當然想說完全不要遮到 那我想來到第七排應該是 前面又有走到 可以放著它比較輕鬆 有沒有 沒有 OK啦 以此類推 你說我完全不想看到牛棚 我也不想看 那很簡單嘛 那你就選高一點的位置囉 那因為它這個基本上大家看 整個外野的座位區它比較沒有 像內野會有那種 圍牆啦 或者是出入口的這種影響 那除了位置高低之外 團長在看 大概只有一個問題 大概只有一個問題 這個觀眾會滿到這個程度 相信你坐在那裡應該也不會覺得太孤獨 表示你能近得來嘛對不對 好我們就來到哪裡 大概就是兩支全雷打界線標竿後 視線大概是最差 但是這個 那你一定要挑這個竿子後面坐 我坐給你看看啦好不好 走走走走走走 也就是兩側啦 就是靠這個視線以後 這樣一定差這個不用講 CF5-1啦 就是最靠近界線標竿 對不對 這樣一定會擋住嘛 而且上面也會擋住喔 最雷的位置還不是這裡喔 跟大家報告 最雷的位置還不是在這裡 最雷的位置應該是這個位置 CF9-1啦 有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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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怎麼講 對不對 這邊都看不到 它右邊還蠻寬敞的 所以就靠近界線標竿 另外比較低的位置 基本上是 但是你想想看我這個位置很雷嗎 還好耶 你看 底下的戶外牛棚 進入你眼中 誰在熱身 你還可以替它加油 或者在那邊嘴它 對不對 然後右邊又有大櫻木 也是不賴的啦 好不好 這是在外野的一個部分 大致來講 應該位置大家就比較好選擇 挑高一點的 然後不要挑邊邊 這樣子應該就沒有問題啦 好 那我們待會再繼續來探索 其他的一個地方啦 稍後見啦 拜拜